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二十年拥有新装 中校 林口 民生四家分店 坚持吃得安心 健康与美味 给顾客最平凡却不易的幸福 以成本昂贵的有机食材 提供物超所值的优质餐点 打造出了内外皆美的经典火锅品牌 尤其最近爆红的林口店和民生店 是网友推荐全台最美和全台最浪漫的火锅店 许多慕名而来的客人争相拍照留影 惊呼怎么这么美 这是火锅店还是甜点店呢 创办人郭品芳从小就很喜欢吃火锅 觉得火锅就像围炉的感觉 再加上个人体质关系 对食材的健康以及餐具的安全都十分着重 所以经营火锅品牌时 郭品芳秉持着一个理念 会拿给自己最亲爱的家人吃的食物 才会送到客人的口中 要让来店用餐的客人 能够吃到美味健康也吃得安心 那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我要开一间火锅店的话 我一定装潢我要非常的温馨 然后呢鱼虾水产吃了不会过敏 然后甚至汤最好就是有机蔬果 我可以很放心地喝 郭品芳因为敏感体质 深知农药残留对人生伤害甚大 所以在选择食材上 坚持使用有机食材 可是提供有机食材 就会面临成本太高的问题 但郭品芳却没有因为亏损而退却 反而更积极地寻找有机农友合作 连农友都一直担心他没赚钱 其实如果说我一开始 就把我的成本跟利润考量放在最前面的话 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我想要的理想 因为当你把成本跟利润放在最前面的时候 你考虑的就不是健康 然后不是食安 也不是你的初衷了 所以后来我就是跟他说 有啊我有赚啊 我赚到客人的健康啊 客人的笑容啊 还有这就是我的理想我的理念 郭品芳的儿子从小不吃饭不喝奶 为了让孩子能吸收到最好的营养 尝试了许多的方法 终于用有机蔬果熬出最优质营养的汤头 而在开店之后 就将有机营养蔬果汤提供给客人 并且陆续推出黑蒜汤 麻辣汤 酸白菜汤 等各种大受欢迎的汤头 其实东西好不好 小朋友最知道 所以我们有很多客人 他们来了以后 他自己跟我说 我小孩是不喝汤的 那来里面家一定会喝三碗汤 再加上我们是用有机蔬果熬的 其实就是会增加你的负担 然后也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循环 肠胃蠕动 所以还有很多妈妈说 我们家小孩有便秘的问题 只要吃过你们家火锅以后 他可以马上的去排解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常说 就是喜悦专制不爱吃饭的小孩这样子 郭品芳的料理营养又健康 其中精心炖煮的家传秘制卤肉饭 更是招牌之一 深受客人喜爱 尤其是我之前怀孕的时候 不常就是在家里一直吐一吐 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觉得来这边 就是喝他的汤 我就觉得 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 然后又很有医療 你最喜欢吃喜悦的东西 乳肉饭 乳肉饭 你可以吃好多 每天都要吃 郭品芳认为 对的事情 一定要越早做越好 而且要一直坚持地做下去 秉持这样的信念 所以在2019年 荣获有机之星五星认证 也就是店内的蔬菜 水果 五谷根精类 以及加工食品类等 皆为有机食材的认证标识 像我们除了提供给客人吃的有机蔬菜盘之外 我们给客人喝的水是有机花果水 也是深受客人的喜爱 那其他还有客人最爱的就是腌拔辣 我们也特别去做有机巴勒 另外还有超人气的法式马卡龙 特别请法国甜点师制作减糖无敷值的 也没有添加任何人工色素的马卡龙 二十多年来 郭品芳得到众多客人的肯定跟认同 店家与客人不只是单纯的消费关系 而是因为用心 有正如同家人般的安心与信赖 我来这里吃二十年 我很喜欢 我都食堂都会想要来吃 这个在坊间 其实我吃了非常多的麻辣锅 从大陆吃到台湾 所以那个感觉让我会想念 会非常的想念 然后所以我很固定的时间 都一定要到 回到喜园来吃他的麻辣锅 老板娘开了二十几年了 所以你来到这里的话 客人也把我们当家人 我们也把客人当家人 因为忠实顾客的热烈要求 郭品芳在每日忙碌于 四家实体火锅店的营运之余 也正式投入了网路电商的行列 将二十年来 各种受欢迎的商品上网贩售 像有一次有一位客人 特地从花莲来吃 然后他离开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可不可以让我在家 就吃得到喜园的火锅 于是我就在想 那我是不是应该开始做人动宅配 让所有的客人在家里 就可以吃到喜园的火锅 麻辣锅 卤肉饭 甚至是法式甜点 那也可以把我有机的理念 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